第一名就是我們的台積電 你看這7700多檔的基金 94%他都買了台積電 全世界的最主要的7746檔基金 基金所謂經理人都覺得 這個TSMC一定是你要持有的工資 必備的 這是沒有錯的 那我們就講 為什麼他買台積電 很簡單嘛 台積電目前為止 我敢這樣說 放眼未來5年的時間點裡面 沒有人能夠追得上台積電 為什麼 你看最近兩家公司都在自爆 一個是三星 三星自己自爆 他現在的EUV的機子 外光的High NA 他說我可能要減少購買 所以意思是 他在先進製程的腳步 已經放緩了 那第二個是Intel Intel不用講 爆得一塌糊塗 他目前為止 真的虧了一塌糊塗 他到底有什麼能耐 什麼底氣 最近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調查 就是全世界基金這麼多 但是好股票就那些 所以這個統計就是美國銀行去調查了全世界7746檔基金 那這些基金總共他的一個資金規模高達30兆美元 好了拿來調查這些基金經理人你都買什麼 你最喜歡買什麼 一調查不得了 哇塞 第一名就是我們的台積電 你看這7700多檔的基金 94%他都買了台積電 那本來如果這個問題 我都不要直接告訴你答案你就會想 那一定就是買輝達買微軟買蘋果 不我們來看 微軟是有啦 沒有蘋果耶 回答呢排在第七名耶 所以呢你看看 大家都是一致按讚買台積電 剛才問世聰哥那這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跟著買還是這又擁擠交易啦 應該這樣說啦 他們持有不見得會持有的這個股數會很高嘛 他只是說因為他廣泛的持有 就是說我可能都佈局你一點點 一點點這樣的狀況 但是他告訴你一點就是 全世界的這個最主要的7746檔基金的 這個基金持這個所謂經理人都覺得 這個這個TSMC一定是你要持有的工資 必備的 對這是沒有錯的 所以無論如果你買多買少 一定要買TSMC 就是你出門一定要帶衛生紙的概念 對沒錯 所以你知道在台股也是一樣 你至少要無論如何就買一點TSMC 就是要買一點 這樣子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第一名當然是台積電嘛 再來緊接是微軟三星 這都是各國的非常重要的股票 那印度的這個HDFC 這是他們重要的金融股 然後包括說亞馬遜 Sony Sony是日本的代表 然後回答還有愛斯莫 愛斯莫是歐洲的代表 你看其實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這個公司 那我們就講 為什麼他買台積電 很簡單嘛 台積電目前為止 我敢這樣說啦 放眼未來五年的時間點裡面 沒有人能夠追得上台積電 為什麼 你看最近兩家公司都在自爆 一個是三星 三星自己自爆 他現在的這個EUV的這個機子 外光的這個HighNA 他說我可能要減少購買 所以意思是 他那先進製程的腳步已經放緩了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是Intel 一定不用講啊 爆得一塌糊塗 他目前為止 這個真的虧了一塌糊塗 他到底有什麼能耐 什麼底氣 你看 我們前幾天不是講嗎 台積電到歐洲去設廠 現在這個Intel的歐洲廠 德國要給他補貼啊 你有沒有做 不做了嘛 那所以我們來看以這個目前為止 第二季的晶圓代工的這個四占率來說 第一名是台積電的62 第二名是三星的13 贏了50% 然後在中芯跟聯電來說的話是6%第三 那你想怎麼沒有Intel 事實上不是沒有Intel 是因為Intel它不是 過去它沒有公佈這個晶圓代工的這個營收 但它最近都會公佈 那如果我們用它第二季的公佈的上半年的營收來推估來說的話 它在晶圓代工裡面大概是排第二 排第二啊 對排第二 它大概市占率會比三星略高一點點 大概YUMOS也大概十幾%左右 但是都落後台積電很多 那好它市占率很高對不對 它的上半年它公佈的營收是 上半年的晶圓代工是87億美金 所以排第二 然後但是呢它虧了53億 做87億然後虧53億 什麼數字啊 所以你就知道它即使再越做越多 它也是越虧越慘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講 台積電目前為止 除了它自己繼續在晶圓代工擴大產能之外 還有一個重要就是說 它目前為止一直不斷的在去瓶頸 什麼樣去瓶頸 包括說像你看 它在竹南的這個先進封裝 然後台中的這個AP5廠 然後這個嘉義的AP7廠 還有群隊的5.5廠 這要做什麼呢 這要做除了我晶圓代工的產能之外的 重要的先進封裝 先進封裝你可以看到 2025跟206年的COAS 它現在的產能幅度 比大家增加的預期都還要更高 它可能在這兩三年的時間 它要拉到好幾倍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就講 如果你看最近台股來說 我就講嘛 最近台股裡面COAS的設備 6640的軍華都漲要快1000塊了 3131的紅塑 然後這個智勝對不對 然後包括說像這個星雲等等 我覺得這些COAS的 你可以看到它產能擴充得那麼快 你都知道未來這些設備端到底會有多少 那當然下一個我覺得可以留意這個所謂的 這個面板級的散出型封裝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設備我覺得都接下來可以留意 不過還就是說不用急的去追了 它不是現在的題材 以後大家可以多留意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為止台積電在這個德國跟歐 跟日本的廠都一直在on schedule 那尤其是在日本廠這個部分 我們看到事實上除了這一廠二廠 一廠二廠來說 各有他們的產能的規劃 但是目前為止來說 日本官方希望有第三座廠 我們要一座第一廠是228還有1216 那第二座廠來說的話 可能是1216或是6到7奈米左右 就是往更先進的方式去前進 那所以三廠來說的話 目前為止 日本是希望說能夠爭取到3奈米以下 但是目前為止台積電似乎是 這個還在這個考慮之中 因為我真的到日本去設那麼先進的廠 你日本有這些客戶嗎 然後這個投資金額又那麼龐大 以目前為止他的狀況可能會排擠掉其他投資 所以這個可能就先緩一緩 那因為他這個台積電的到熊本廠去設廠之後 他其實有一些效應浮現 包括說像供應鏈越來越多 你看Sony也在旁邊有廠 然後很多日本的供應鏈也要去了 台灣供應鏈也都要去了 所以那邊的這個基礎建設的這些工人 賺翻天 零售賺翻天 那百貨公司都非常好 還有什麼物流產業 還有教育產業都非常好 不過他的確有排擠掉一些什麼東西 譬如說當地的農業 農民就很擔心說 我們未來的水資源會不會被台積電搶走 然後另外就是說 當地很多原本的小商家 慢慢可能在消失之中 他們當地人也有在報導這個消息 就是說因為他把這個地價給往上抬了 小商家可能就經營不下去 對 他可能成本都往上抬了兩成到三成 那你同理你的房租可能也漲兩成到三成 對 這對很多小商家就陸陸續續在消失之中 我覺得這個台積電也要留意當地的民情的看法 你不要說對啦 我很好 我對你們很好 可是還是讓當地的農民 還有讓當地的居民受到一些傷害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台積電要留意的 但台積電其實這個敦親慕寧一項做得非常好 對 所以但是你在台灣做得好 你同樣你去日本你要討論這一點 對 讓大家都開心 沒錯 像我們不是看說他在這個美國亞利桑那州 他要照顧仙人長 對啊 這就是他的這個敦親慕寧的這個做法 對 所以我覺得他都要把這些做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的話 德國廠剛開始動工 對 但是德國媒體已經開始暴露一些所謂台積電的危機 這個其實也不是危機啦 他就講台積電未來的挑戰 第一個多元化 多元化你說好不好 當然好啊 他當然對台積電他有很多產能 但是不是一個不好的這個狀況 某些程度如果你要說台灣的希盾 過去百分之百在先進產能都在台灣生產 那未來移了百分之二十到海外去 你說會不會有影響 當然或多或少會有一些影響 不過我覺得這影響不大 重點是你要把最先進還有最大的產能 先進產能都放在台灣的話 台灣的希盾還是可以存在 對 所以目前看起來都還在重心在台灣嘛 對不對 好 這是台積電 大家都在買他 那當然這個我們台灣人應該是要 用新台幣力挺他 好 那麼